中国南蓝击败伊朗 拿下2018年亚运会冠军 一言以蔽之 中国南蓝 以应由的姿态赢了 所谓应由的姿态是 虽然中国有王牌巨人周琪 但风格小快领寒 协作明确 利用了周琪 却没依赖周琪 这本是中国南蓝在移动长城时代 出现前纵横亚洲的风格 1998年亚运会 112比92大破韩国 1999年亚锦赛 63比45拖赢韩国 就是这一次 打快打慢 亚洲都没对手 这种风格开始跑偏 是21世纪初 当时姚王八移动长城 中国一度过于进来 越打越慢 越打越仰仗内线单挑 2003年亚锦赛 中国靠姚明写胜韩国时 韩国小胖子教练 田昌正 还能吹自己外围 把姚明给韩国 我们可以进世界四强 被人这么吵了 也只好任气吞声 因为那时中国的外围套路 的确打不起来 事实是有名离开后 中国南南花了很长时间转型 却一直很尴尬 却一直很尴尬 姚明之后 2010亚运会和2013亚锦赛 都一辣王志志的单挑 2010市锦赛 2012和2016奥运会 2011和2015亚锦赛 都往私里用意见连 事实是 直到两年前里约奥运会 意见连独称大局时都承认 那只中国南南 虽然已经拿过亚锦赛冠军了 却还在磨合 球队很年轻 我们知道球队很年轻 我们没多少球员以前打过大赛 我们还得学 我们的面对自己 我们的学习 本来不能拿奥运会来学习 但对年轻球队就这样 这就是篮球 说回昨天 姚明担当篮协主席后的改革 众所周知 场下的是不齐 只说体现在场上的 小快领狠的 协左明确 跟伊朗基赖哈达迪和巴赫拉米相比 中国南南岛的 是正经的体系 进攻端 阵地战 周琦和王哲连双高位侧应 负责上线转移球 保持球移动的同时 大量清空单侧后 做高位二人转突破 再转移瑞瑟 周琦有左腰背 打翻身跳投的表现 但还是更多高位活动 这是好事 保持动态进攻传切 保持空间 反过来 王哲连昨天把手段表现靠谱 就在于哈达迪当 动向太好预测了 不就是要坐着往篮下去吗 中国队有大量的外围突破 但因为快速传切 大多数持球突破 都是在合力转移球加靠谱掩护来的 所以效率不差 但我主要想夸的 是防守加守转攻 中国队的防守 比起伊朗来 很现代 阔防 施埃凶狠 换防 无球轮转 逢等差时 高位阎祖迅速及时 周琦甚至还时不时来个换防 换防后 刘志轩们很积极的切防 虽然他对位巴赫拉米实体格 有些问题 更靠脚步合手在积极破坏球路 丁燕宇航轮转护荒 时会很容易控制传球线路 避免被对方抄后门 连续轮转换防时 彼此的沟通很及时 比如赵瑞的若干次换防 尿赞 并不只是单纯换防而已 一个常见套路是 周琦换防第一时间攻制一辆石球突破后 王哲林由一处来补位 周琦立刻反位 与此同时 外围机机挤过掩护反位 在哈达底石球时 王哲林会卡住他的路线 等周琦来补位 周琦护框时 王哲林和丁燕宇航回撤 保护后场篮板 和后门线路 大量换防 大量无球轮转 大量沟通和入侧保护 周琦是被当先客用 但其他人没醒着 不停的轮转保护 让周琦在严阻的同时 还来得及回去覆盖篮框 看下面 开场路位 针对石球防到三分线 内线上齐 伊朗又一第一船 对象早与三分线无球队位 两个底角回收 是预备波威轮转 伊朗人又一座二人转 中国队的几过掩护跟防 周琦的站位 以及若瑟的阻绝球倾向 第一时间控制伊朗人横探的可能 这里很明显的是 周琦篮下控制住了位置 破坏伊朗习框的企图 定海神针 但请注意画面右下角 一个发现无球掩护 立刻迅速换防堵位底角 一个立刻挤过掩护 非常积极的轮转协作 而一旦形成手转弓 推进极快 这是中国队真正的杀手锏 完全把伊朗远跑垮了 第二节一度落后二位数时 中国队没款 继续逼 三看二联防 混合钉人 招强篮板板击 周琦追身三分 34比40 自己在另一端保护篮框后 在追身面框突破造罚球 之后 又是板击中 又一突破造罚球杀伤 乱个人能力 中国队没有哈达迪这样的内线巨模 也没有巴赫拉米这样老脸的组织前锋 但第二节和第四节的两步拉开 就是欺负伊朗人巨大 笨重 体力不够好 看这个典型的追身 中国队一口快速推进落位 快速形成一次挡插突分跟进 走位又一滴脚已经带空防守 导致湖顶空虚 而伊朗人还处于退防期 大家运及在禁区 做了最保守的防守 中国队全场三分球 二十二投十三中 丁燕宇航与帮助我们出手如风 都在这里投了 想想比赛最后时刻 中国队怎么锁定胜局的 一个手转弓 周期跟进又一三分球 一个拉开空接口 赵越之球突破打三分 一个伊朗轮转迟钝 沙拉木接传球 虎顶三分球 手 转弓 速度 远射 无球套队 传球 说到底还是那么回事 小快领狠的 协作明确 我们一直念到篮球所谓的体系 说到底 也就是快速协作 不假思索 严森和风 无人一体 那么些挡切跑船 最后就是为了防守 别被对方甩开中国群队的轮转 进攻端多一线空间 中国队的空间拉开与多变突破 中国这些年也不太去亚洲冠军 但不靠巨人王牌 而靠年轻人的灵巧 积极 协作与聪明打下的冠军 少 哪怕姚明在时 我们也一直念到 要利用姚明 别依赖姚明 眼下这支中国队 距离2004和2008 当然还差得远 但表现出的比赛内容 即 在利用周琦 却不依赖周琦这方面 在年轻群体整体的战术思想方面 石阳 幻房 无球轮转 手转弓 空间 大量换边进攻 走的路 是对的 信赖年轻人 信赖团队 有巨人却依然跑起来打的思想 是对的 整体的精气神 很锐利 很现代 是真正21世纪的篮球打靶 中古式的篮球打靶什么样 看着对面伊朗随着比赛深入 从恐怖有力慢慢变得沉断 笨重与缓慢 对哈达迪和巴赫拉米的个人接管继续无条件依赖 把继位老将往死了用 我们可以说 中国南兰也经历过类似的泥脑 但这个冠军后 我们应该是走出来了 在姚明当主席之后 我们终于找到 没有要明获益见连 王主席 巴特尔这些巨人 如何打球的法子了